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集回顾黎母伊朗大联盟生涯炫耀速度的时刻 首先就要来为各位解惑 朗神到底可以跑多快呢? 棒球数据网站FamGraphs 综合各家资讯推算出朗神在全胜时期 平均跑一壘的急速只要花3.75秒左右 而至2015年大联盟数据系统StayCast启用以来 平均跑一壘急速最快的是2018年Roman King的3.88秒 所以从数据上看起来伊朗上一壘的速度 将轻易赢过当代的选手 但这当中是否存在不同计算系统的落差 也就是当代选手也不输给伊朗 答案是朗神确实有可能这么快 因为2015年到2016年 StayCast已经统计出伊朗跑一壘平均急速 只花4.06秒跟3.99秒 分别排名大联盟第五跟第四名 但那两年伊朗已经41跟42岁了 所以也反映在伊朗的平均急速降到每秒27.9英尺 跟每秒27.8英尺 大概排在联盟前30% 这是伊朗的打击形态重心的移转 有助于更早开始起步跑一壘 所以能弥补他跑一壘的时间 不只是因为他是左打而已 举例而言2016年跑一壘最速的是 Billy Burns的3.91秒 但他的平均急速来到每秒29.3英尺 同年著名快腿Billy Hamilton则是来到30.2英尺 跑到一壘则快了朗神0.03秒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全盛时期的朗神 将轻松达到当代跑速一流选手的速度每秒30英尺以上 再搭配朗神的打击形态 那Fangraphs推算出的3.75秒就非常有可能了 甚至也有一些报道指出可以快到3.6秒 也就是全盛时期的黎木伊朗从打击区上一壘的时间 将轻松超越所有当代选手 而朗神在2004年少出大联盟单季最多262只安打 或许就是该季的平均跑速可能来到最快 因此跑出不少内野安打 而且Fangraphs专栏作者August Vegastron 为了验证这样的推算是否正确 实际找了伊朗的内野安打进行计算 针对以下几个片段统计出跑到一壘的秒数 这个片段花了3.88秒 时间点在2010年 当时伊朗36岁 可以注意到起步不算太顺 这个也是在2010年9月18日 起步就比较顺畅 只花了3.75秒就到伊壘 其实二壘手Ian Kingston已经积极处理 但就算传得准也还是抓不到朗神 这伊朗当年第52只内野安打 接下来是新人年2001年5月17日 3.79秒就跑到伊壘 这个片段也是2001年朗神对决日本同胞长谷川之力 跑出3.74秒 再来就是最猛的表现了 林木伊朗在2001年明星赛开赛 就给传奇投手Randy Johnson一个震撼教育 这球不是在触点的情况下 跑壘到伊壘竟然只花了3.66秒 而且朗神还在那之后倒上了二壘 总结来说 林木伊朗因为打击机制的特殊性 以及本身的速度 让跑壘的速度也难以复制 甚至有可能后无来者 伊朗除了正常挥击姿势跑出的内野安打之外 生涯也有海量的突袭触点安打 两者夹起来大联盟生涯初估就集出了近700只安打 曾经打出三壘正面强席球 但ERROR还是抓不到人 所以发出哇哦的赞叹 根据Fangraph专栏作家Dave Allen在2009年撰文写 朗神打成滚地球有三乘零五的几率形成安打 高于联盟平均二乘四二 如果是触点更有六乘六三的几率形成安打 更是远高于联盟平均四乘四一 也别忘了朗神的倒雷能力 新人球季56次倒雷勇夺倒雷王 大联盟生涯509次倒雷也相当惊人 是大联盟史上七人之一三千安五百道 生涯倒雷成功率更高达81% 代表不仅是速度快而已 对头捕手的观察起跑时机点也抓得相当到位 也曾经从一壘连到两次壘包 再靠着捕手传三壘失误直接跑回一分 展现充分的壘间破坏力 接下来小哥为各位精选林伟一朗大联盟生涯 展现速度的六大经典时刻 首先是朗神在新人年2001年祭出4月27日 就已经用速度带来压迫感 让名人堂打者Frank Thomas 不小心撕裂了三头鸡导致球技爆销 Fox Sports也特别让Thomas现身说法 并制作了动画以下式翻译 How did you get your worst injury? You know my worst Diving for a ball or something? My worst injury was That line drive by Ichiro It was April 27, 2001 I'm looking at him This new Japanese superstar And I said to myself He is not getting on again Right away it's a line drive down first baseline I overdole headfirst Man that was a bad decision I got my arm caught under my big body And snapped my tricep Ouch Not a good decision So you got a busted arm And Ichiro got the hit Did you at least win the game? Nope Nope We lost 8-3 And I was out for the season Ichiro Ichiro About Ichiro Swinging the ground ball First man Basseline fair 再來是2002年5月8日 时局下半朗神先是突襲触点上壘 再靠着牺牲触级上到二壘 一触局之后轮到John Orwell打擊 朗神再到上三壘 接着水手应该是有下达打跑战术 所以Orwell一定要打到球 甩棒把外脚球碰向右侧方向 二类手Joe Lawrence已经屈前防守 处理上已经相当明快 但还是抓不到已经提前起跑的一朗得分 让水手弃走蓝鸟夺下胜利 接着是2002年跟2003年 朗神对决两位重量级名人堂头手 分别是神之右手Petro Martinez 跟疯狗Greg Maddox 都单场在他们手下跑出两支内野安打 而且对疯狗第二次上壘后还连到二三壘 然后被Bread Boone的滚低球打回得分 靠速度制造一分 中场水手就以一分之差2比1获胜 让Maddox吞下拜头 朗神曾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说 被拳领打吸引的妹子不是我的菜 我认为内野安打有其性感的地方 因为需要技术 我希望用我的技术让妹子印象深刻 而非我的蛮力 不过我时不时还是会扛一发出去 就是为了证明我也可以做得到 顺便调情一下 再来就是2007年明星赛 一朗不仅单场三打席三安打 还靠着一支右外野深远飞球 打在了不规则的墙角弹开的一段距离 趁机跑出了明星赛史上第一支场内拳内打带有两分打点 一朗的速度也让他跑得相当轻松 不用滑蕾就回到本蕾得分 正手右外野的国联明星 眼睁睁看球弹飞的右外野手 就是日后也会跟朗神成为队友的 Ken Griffey Jr. 小葛瑞飞 我自己是最初的 其实是我的第一次在公园里面的 再来是2008年5月26日 红袜打者Jason Veritek 急出中外野深远飞球 正手中外野的朗神 把腿向墙的方向飞分 而且判断神准 在背队看不到球 并维持高速奔跑的情况下 还能众生一跃撞在墙上截杀这球 是朗神生涯速度判断力 跟球感完美结合的超美季 2012年10月8日 每年分区战第二战 精英先发投手是陈伟英 一局下半一垒上 是靠着失误上垒的林木一朗 轮到打者Robinson Cano 急出深远右外野边角落地安打 朗神决定直冲本垒得分 但球经过精英野手转船找到三公尺 只见朗神不慌不忙 先是侧身横移闪过第一个触杀 接着冲到本垒后方刹车 再往前扑尝试得分 但捕手Matt Wheaters的手套 已经封住了本垒 朗神撑起身体 将右手抬起 绕过手套 碰触后方的本垒板 再顺势一个侧身 腾空翻滚 避免身体碰到手套被触杀 然后他就成功得分了 论身体的临场反应 还有柔软度简直是不可思议 赛后朗神表示 这种东西不是可以练习的 就是一种当下感受到的直觉 毕竟每次进垒的速度都不一样 媒体赛后纷纷形容 骇客任务是滑垒 根本就是忍者吧 接着持续带来一些朗神的标数镜头 像是只需要11秒左右就跑出三垒安打 跑二垒也只需要8秒左右 这在当代选手之中都是精英级的跑速